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Ewan 我拍影片的話 我有非常多的周邊工具 像是有單腳架 三腳架 穩定架 燈架 跟延伸筆 非常多的東西 那如果要帶出門的話 我目前 解決方式就是 我有一個YAMAHA的袋子 就是 原本是要放鋼琴的袋子 然後我都把它拿來放燈架 就所有的 周邊工具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這袋子太長了 而且這個袋子非常非常的重 因為它原本是放鋼琴的 它還需要很厚的保護功能 但是我根本不需要 這些那麼厚的保護功能 那我今天 就買了 今天我要找出一個 最棒的燈架包 這燈架包從六百塊 到四千塊都有 那它的 網路上的規格 寫得非常的不清楚 他們都只有寫說 喔 長子 長度 就是燈架的長度 大概可以放七十公分 但它完全都沒有 詳細介紹說 裡面的材質啊 隔層啊 有沒有 沒有什麼 泡棉 多厚 然後重量 然後 可以放幾根燈架 什麼都沒寫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研究出來 哪一個 最適合我 OK Let's go 但我一直知道 六百到四千塊這個價格的區間 我也不知道 哪一個燈架包多少錢 所以我們就隨便 從 第一個開始 就是 第一個是 FOTEX 好像是香港的品牌吧 好像 不行 好像 管它是哪一個 那這個 FOTEX GEAR BAGS 它是七十公分二十八吋 我們就直接先開箱這個吧 那這個FOTEX除了中間可以放燈架之外 前面還有兩個收納空間 你就可以放其他的周邊配件啊 像是 什麼小小轉接環之類的 中間這個放燈架的隔層 它還有一個小小口袋 可以讓你放更多東西 那這個FOTEX燈架包 它可以裝為七十公分的燈架 那 大概可以放三支左右 那這個FOTEX燈架包裡面 還有束帶的保護裝置 如果你有很多燈架 然後在運送途中 你不喜歡它撞來撞去 嗯 那這個束帶就可以讓你 減少這種情況 雖然它的拉鍊不是什麼YKK拉鍊 但是整體 都還蠻滑順的 目前這個FOTEX燈架包 我覺得還不錯 那我們接下來就繼續看下一個燈架包吧 接下來 這個是台灣的Skier燈架包 這個燈架包的設計其實還蠻酷炫的 它如果收納起來這麼小 但如果要展開的話 這麼大一個 但很明顯的 它就只能放三支燈架 因為它只有三個隔層 它已經全部隔起來 但是每一個燈架 不會互相碰撞 而且這個燈架包非常大 你放七十公分的燈架 你放進去 只有到三分之一而已 這真的燈架 真的太大了 這個應該可以放 七 應該 一百公分 應該沒有一百公分的燈架吧 但是 還不錯啊 就有這麼大的空間 可以放更多的東西 我看看三腳架可不可以放進來 輕鬆的裝到袋子裡 三腳架加雲台 都可以放到袋子裡 真的是 空間非常的充裕 而且這個魔鬼站的設計也不放 如果你燈架只有到這裡 上面這一段用不到的話 你可以把它直接 這樣的把它折起來 所以剛剛那是轉開的狀態 如果你把它捲起來 你可以把它扣起來 這樣子外出又更加方便 這個應該就是正常你外出的方式 什麼 但這個Skir的登架包 它這個提的方式 我覺得不太喜歡 因為它 這個提把 是設計在整個袋子的正中間 但是 如果你等架比較短 像我的只有七十公分的話 這個就不是在正中間 它是整個在上方 所以你如果要 如果用背的 其實還可以 但如果你喜歡像公式包 這樣子手提著的話 這個就 這種聲音 不是很好 你這個只能用背的 如果你用比較短的 燈架 或者是腳架的話 而且這個Skir 燈架包外面這些布料的材質 我覺得 都稍微偏硬了一點 就 硬幫幫 我覺得 拿起來不是很舒服 像剛剛的Votex 這個外面的布 都很非常柔軟 而且它的 那個牆壁 就是泡棉 也非常的厚 像Skir這個 泡棉 都非常的薄 感覺 就稍微有一點保護作用 但是 如果 把它丟在地上 那你的燈架應該還是會損毀 那這個Skir的登架包 只有一個外層的 小小口袋 所以你只能放個 可能小小膠袋啊 或者是什麼的 你不能裝太多東西 好沒關係 這個Skir我們就先放旁邊 然後我們接下來 再看下一個燈架包 Wow 下一個燈架包 這個叫做Metal的品牌 這個是Metal G006燈架包 OK 我們來看一看 外面沒有任何的口袋 那裡面呢 所以這個Metal的燈架包 完全沒有放配件的地方 就完全 裡面外面都沒有任何放配件的地方 所以 如果你有配件的話 這個就不太適合你 那這個Metal燈架包 它裡面其實有三個燈架的格層 那外面你其實 如果裝滿三支燈架 你應該還可以再放一支單腳架的空間 那我覺得很神奇的就是它這裡面的燈架 三個格層 它裡面只有一塊布而已 它完全沒有泡棉的保護裝置 雖然你這樣子把它封起來的話 燈架的外觀不會被磨損 但是 如果有碰撞的話 你三支燈架會這樣子互相碰撞 那這個Metal也沒有像剛剛的VOTEX 有那個束帶可以這樣扣著 然後讓燈架不會晃來晃去 我猜這個就是那個傳說中的六百塊燈架包吧 因為真的是 什麼都沒有 而且這中間的燈架隔層也都非常非常的小 像是 剛剛 我Skier燈架包可以放進去的腳架 這一個 就非常困難 是 根本放不進去 因為 我腳架太大支 太粗了 所以如果 你要放粗一點的腳架 或者是其他的工具的話 這一個燈架包應該 可以丟掉了 對 好沒差我們就 直接再來看下一個燈架包 這個根本就已經變成 這 如果不希望你的燈架互相碰撞 那這一個也不太適合你 但如果你燈架碰撞沒有關係的話 這一個就是把所有燈架放在中間 有兩層的泡棉保護 我們再用束帶這個保護扣環把它扣起來 之後外面還有一層的薄薄的泡棉保護 所以它算是有三層的泡棉防護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燈架包 往地上一丟 隨便丟 應該裡面的燈架是不會有問題的 因為真的是 層層保護 這個拉鍊 我需要講一下 這個拉鍊 雖然也不是什麼YKK拉鍊 但是 它用的拉鍊大小 比較小 像剛剛我有用其他的 反正有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拉鍊會比較省力 因為 我也不知道 反正大的拉鍊會比較省力 像這個小的拉鍊 如果有一個小小的曲折的話 你很容易就被卡住 這個需要注意一下 OK 所以如果這個燈架包 你裡面只有放兩三支燈架也沒有關係 它外面還有又多一個扣環 所以你可以讓你的燈架包保持最小的體積 就你不會蓬鬆這樣子 然後裡面燈架晃了晃去不會 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你外面還可以再把它用得更緊 所以你整個 是整個就是 樹井井 不會有 任何空間讓燈架晃來晃去的空間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那中間的提把 我發現了一個缺點 就是它這個背帶的扣環全部都是塑膠的 這非常容易壞掉 所以 如果你 常常用這個背帶的話 你可能就需要去找其他品牌了 嗯 這個需要注意一下 這個拉鍊真的是這個袋子的致命傷 非常難用 那這個Fome Max燈架包前面只有一個小小的置物空間 這個只有 一隻手掌都不到的大小 就 看你想放什麼就放什麼 但是如果你有什麼轉接環之類的工具 那你也是放不進去的 這Fome Max燈架包也是這四個袋子裡面唯一 裡面有比較硬的隔層 就是 有一個防護 如果你有一個燈架前面有比較尖的東西 你怕把你的燈架包用壞 那這裡有一個比較硬的隔層 這是四個包裡面唯一擁有的 所以就算是燈架包 比較大的防護 你可能可以用更久之類的 讓我再好好研究一下這四個燈架包 然後我們就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OK OK 所以我研究一陣子之後 我可以開始做評分的動作 就是我覺得最後一名就肯定就是這個Metal 因為就是薄薄一個袋子 品質很糟糕 拉鍊很糟糕 內部空間也很糟糕 拿起來舒適程度也非常糟糕 就是如果你只需要放燈架進去一個背包 然後你可以拿著走 那你可以買這個 不然我覺得沒有人會買這個 不推薦這個袋子 OK 第三名我就給Skier 因為我覺得燈架包如果以這麼大的 這麼大的體積 然後你只能放三支燈架 或者是腳架 不管你放什麼 但你只有三個小小的獨立空間 非常非常難使用 如果你想要有更大的空間 那你就要選其他的品牌 這個就只能放三支燈架的 超級巨無霸袋子 我也不知道我該給他 什麼樣的評價 那我唯一想到就是 你為什麼需要買單獨分層的這種燈架 或腳架包 就是如果你買碳纖維的東西 因為碳纖維如果你輕輕敲 敲如果它有變形它其實是碎掉的 因為它是碳纖維不像鋁的 它是彎曲那還可以使用 但碳纖維敲到它其實是會碎掉的 那單獨分層可能就是 專門設計給碳纖維用的 其他的使用 如果你用鋁合金啊 或者是其他的材質 我就不知道誰會需要用到這種 單獨分層的Skier燈架包 好第三名Skier燈架包 第二名我給FoMax這個袋子上面寫Prairie 但是是FoMax的袋子 那這個袋子真的是空間非常非常大 如果你要最大的空間 那你就要買這一個FoMax燈架袋 那它的功能其實也沒有很多 它也沒有非常多的地方放你的配件 但它的唯一的優點就是空間非常非常的大 你真的是放五六支燈架 或者是你放一根三角架你可以放五支都可以 這真的是超大 如果有這麼多層的保護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放心啦 就是你的單架放進去 你不會因為什麼放到地上 而讓你的燈架損壞 這個是這個燈架包不會讓你發生的事情 OK所以這個是第二名的FoMax G5B空間 No.1 FoTex Gear Bag 70公分 那接下來這個是我最喜歡的第一名燈架包 就是這四個裡面第一名 不是全世界第一名 但是這四個裡面的第一名 就已經很厲害了這個FoTex 它叫做Gear Bag 70公分 它有70公分、95公分、120公分 但應該都是只能放三支燈架 我猜啦 因為我沒有拿另外95公分跟120公分 但這個70公分真的是非常優 你放三支 現在我袋子裡面放了一支燈架 一支 一支燈架 一支三腳架 跟一支單腳架 所以空間非常的完美 你這個單 這個三腳架是 一百九十公分的三腳架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這空間真的是 70公分算是非常好用啦 那這個FoTex袋子也是這四個袋子裡面 唯一有非常多的配件空間的袋子 前面有兩個超級大的配件空間 袋子裡面還有另外一個單獨的 如果你要放什麼轉接環之類 你可以放裡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這個FoTex的拉鍊真的是超級好 因為它的那個 拉鍊比較大 所以它拉起來非常的滑順 而且非常的快速 超棒 超棒 那上面這個手提袋 我也給它非常非常好的評價 因為背起來就是真的非常舒服 它也是這四個袋子 這個寬度是最寬的 寬度最寬就是你可以在肩膀上的面積更大 所以背起來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你用手拿也是一樣的 非常非常的舒服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手提袋不夠長的話 它裡面還有附另外一條更長的背帶 你就可以背在肩膀上 而且它還有更軟的墊片 所以就看個人需求 如果你拿一個很爛的燈架包 然後你背這些工具 然後到你拍攝現場你已經超級累 肩膀已經超痛的話 那你還要拍什麼 你根本就不用拍啦 OK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四個燈架包 分享影片啊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那如果有的話 那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的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瘋狂開箱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掰掰